道君 作者 月千愁 内容简介 一个地球神级盗墓宗师 闯入修真界的故事 桃花园里 有歌声 山外青山 白骨山 五花马 千金球 以天剑 应我多情 啾啾鬼名 美人薄撑 天地无银 谁家旗鼓 碧落黄泉 万古高楼 唯意气争雄 未乱世争霸 你好 仙侠 第一章没白来 一道强光在墓穴通道内划过 手持强光手垫的男子四处照射 探寻通道的石壁和拱顶 还有那黑油油的前方 强光近距离照射石壁时 黑暗中辉映出了男子的模样 中年男子 轻瘦 背头发丝不乱 面容白净 精气神十足 两眼十分有神 神态淡定从容 整个人打理的干钱静静 穿戴也很整齐 一身黑色糖装 手持一根鼻挺的手杖 如此整洁妆容出现在这种墓穴环境下 不认识的觉得少见 认识的则会觉得很正常 这是位地下考古工作者 早年江湖上人称道爷 后来随着江湖资历以及地位的增长 被人尊称为道爷 如今一般情况下 道爷都在闭关清修 真如道士一般 很少亲自出马 只有遇上比较有趣的地方才会亲自走一走 譬如眼前的墓穴形质就很罕见 手杖随着步伐咚咚点击着地面 带到地面发出当一声金属撞击声 道爷停步 并没有急着看地下 而睡目光随着手电光柱扫视前方四周 眼前出现了一个漆黑的巨大地下空间 光柱照射下能大概分辨出到了墓穴的地宫 如此巨大的地宫极为罕见 大致观察了一下四周 手电光柱才照到了脚下 手杖在地面再次当当敲击了几声 又用脚尖在地面蹭了两下 刮去一片击尘 露出了略带古铜色光泽的金属地面 手杖一提 夹在了拿手电的胳膊下 空出一手自然锤放 又缓缓须提手掌 地下击尘微微出现气旋 突然翻掌朝前一推 内力喷勃 掌风呼一声吹了出去 一路荡开前方地面的击尘 连拍击掌 尘土飞扬 手抓了手杖又处在身边静后 翻涌的灰尘难尽其身 强光手电朝着掌风刮开击尘的地面看去 可以判断出 前方十几米的半径内的地面都是金属扑就的 并非只是脚下一小块地方 金属地面上似乎有雕刻的纹路 不把击尘全部清除的话 难见完整真容 待到尘埃落定 道爷继续主着手杖前行 手电不时照看上方的穹顶 这地攻四周 还有数个黑油有入口 如同他走进来的涌道一般 只是不知通往何处 镜头又藏着什么秘密 这种形式还真是没见过 有意思 道爷微笑嘀咕 脚下却发出咔嚓一声 似乎把地面给踩现了一块 紧接着地下似乎传来嗡嗡声 有饥黄的动静在响 轰 进来的涌道方向传来众物落地的震撼声 道爷脸色微变 凭他的经验一听便知识进来的通道被落下的什么东西给阻断了 紧接着其他几处黑油有的洞口又传来沉闷的大吱声 似乎是有什么重门打开了 道爷脚下松开 退了几步 手电快速环罩四周 心知识踩中了机关 不知道触发了牧师的什么机关布置 能断进出通道 就说明这机关来者不善 他高度警惕四周 然而静候了一会儿 四周竟悄悄一片 听不到任何动静 反倒是进来的入口方向传来光一声爆炸的震响 震得这里地面都颤动 嗡嗡声回荡在地宫内 很快 他察觉到了嗡嗡回荡声中传来了不一样的动静 手电光迅速照向了一个黑油油洞口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奔跑的动静 光照下一双绿油油的眼睛从那洞口深处出现 紧接着轮廓完整呈现 一个衣衫蓝里的人出现了 也不像人 斑尸斑 浑身长着白毛 尖牙利齿 手垫下眼冒绿光 狮指尖爪金黑锋利 狂冲出洞口 发出咆哮声朝他直扑了过来 四周洞口皆有出现 僵尸 倒也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手上没停 手杖把手一抿 顺势一道寒光从帐内出窍 身体轻闪快退一步 侧身避开僵尸凌厉一扑 手起一道见光 刹那从僵尸颈部带出一盆绿血 僵尸头颅飞了出去 与身子分了家 身躯光地砸在了地面 在地面抽搐着 爬了几次爬不起来 倒也动静却未停 手中见光连闪 一道道扑来的人影被他斩落在地 只见手电光在他身前乱晃 不止一只僵尸 四周洞口内不断有僵尸朝他咆哮着狂冲而来 越来越多 围攻之下 措手不及 仅凭手中见以来不及御敌 手脚并用 仓促之下一剑刺穿一只僵尸的心脏 却发现刺穿心脏部位没用 那僵尸仍然一爪拍来 倒也伸下一脚飙出 力道雄魂 把那僵尸踹得倒飞了出去撞翻了后面几只 不带脚落 身体腾空悬身一记后踹 又踹飞一只 在此凌空扭腰翻腿连踢 快速踢飞了几只 手中含光又斩下了几颗脑袋 稍坏了功夫 他周围已经倒下了二十多距离大凶猛的僵尸 围攻下却没一只僵尸能伤到他 但他手脚也停不下来 正常人只怕早就被打得不敢进他身 可这些僵尸根本不怕死 攻击又凶猛 凶悍难缠 哒哒哒 入口处突然响起急促枪声 自动步枪在一身才瘦小的汉子手中喷吐着火蛇 子弹狂射向铺向道爷的僵尸解围 一番连射 瘦小汉子发现子弹打中目标作用不大 反而引得一些僵尸朝自己扑来 他对付这些东西显然也有些惊艳 弹着点迅速调整 打僵尸的头颅和膝关节 冲来的僵尸不是被打得失去了奔跑能力扑翻在地往这爬 就是被爆头 打得脑浆爆出倒地 枪口喷吐的火舌下 照耀着瘦小汉子冷酷没有表情的脸 极为沉着冷静 眼见僵尸汉不畏死冲来 他不退反进 迎了上去 以极快动作顺手快速换了个弹夹 枪栓飞速已拉 枪声盾停又连贯响起 不急不许前行之余 换单手端了自动步枪 利逆手拔出腰间手枪 枪声往腰带上一擦 子弹咔嚓上膛 看都不看 顺手照着打坏了膝关节快爬到跟前的僵尸脑袋上就是啪啪两枪 直接爆头 手枪时而又回手啪啪向后开上几枪 将从后面扑来的僵尸脑袋给打爆了 自动步枪和手枪在他手中自如递单手换制弹夹 对枪械武器的使用不是一般的熟练 那些僵尸根本进不了他的身就纷纷倒下 带道道也闪身一剑斩下了身前最后一只僵尸的脑袋 瘦小汉子手中自动步枪一哒哒两声打翻扑来的最后一只僵尸 道也脚尖挑起杖杆 上空翻滚落下 顺手一剑归翘 变回了手杖重新处地 动作干净利落 抬手捋了下甩乱的背头 地宫内弥漫着一股古怪的腥臭味 瘦小汉子绕道也周围转了一圈 遇上被腰斩为死透或斩去了双腿还在扑腾的僵尸 自动步枪枪管迎着其脑袋冒出火光哒哒两声爆头 或手枪迎上去啪啪两声 带地宫内的僵尸全都没了动静 瘦小汉子警惕着四周 迅速换制了弹架 手枪顺手别回了腰上 自动步枪也挂在了肩头 从后被拔出一根管子拉开 支照明焰火冒出 带着燃烟顺手抛了出去 向四周连抛了几根 地宫内大致的轮廓在焰火照明下大概呈现了出来 环形穹顶 地上一片僵尸尸体 瘦小汉子走到了整里一山的汉子身边 默然道 道爷 外面跟来的点子都解决了 入口有弟兄们守着 风堵的落石也炸开了 随时可以撤离 道爷容了声 手电光照着地上的僵尸尸体打量 手杖还拨动着翻看了下 瘦小汉子看了看四周的尸体 粗算一下 估计最少也过了百只 多少有些奇怪道 哪来这么多僵尸 鬼知道 以前办事的时候就算有遇见 也是零星的一两只 这么多还真是 这地方有点意思 没白来 道爷呵呵笑了声 强光手电再次照射四周 定格在了一尊近十米高的观音坐像上 贴笔盘坐 大词大悲模样 整个地宫内的设置空荡荡 就这么一尊突兀的观音坐像在那 想不注意都难 手电光定格在了观音坐像的脖子下 发现观音脖子上挂着一件挂坠 整个观音坐像是一体雕刻而成的石像 那挂坠明显是另配戴上去的 暂时看来 它也是整个浑然一体构造的地宫内唯一一件活动物品 道爷小心翼翼走了过去 吃了一次亏 知道这木学非比寻常有古怪 手杖一路敲击着地面 犹如盲人探路般 实则是听地面的回音是否异常 警方在踩中机关 来到观音坐像下 昂首观看了一下 手杖再次敲击坐像 听了听音 吸了口气 突然提气纵身轻轻一跃 落在了坐像的腿上 再轻轻一窜 快速爬到了坐像的肩膀上 蹲那拉着观音脖子上的链子看了看 发现是个金属链子 将那吊坠扯了上来 吹掉灰 手电光照着查看 发现竟然是一面巴掌大小的古铜镜 这铜镜款式他没见过 但和那挂链不同 挂链已经锈时的不行了 铜镜却是古色古香不见任何锈斑 此地也不是慢慢研究的地方 想将铜镜摘下带走 却发现那穿附的链子是与坐像一体的 见链子也锈时的差不多了 估计也结实不到哪去 搁置下手上的东西 抓住链子吐其发力 他一声 直接将链子给扯断了 却发现链子里扯出了一条金色丝线 似乎拽动了坐像脖子里面的什么东西 第二张古人成不欺我 如此内置让他隐隐察觉到有点不妙 脚下观音坐像内部也隐隐有动静传出 一把将铜镜从穿带上露了下来 还不等他从坐像肩头跳下来 地宫地面下已经传出嘎嘎嘎的饥黄声 这动静可比前面触发的机关强多了 地面都在嗡嗡颤动 整个地宫剧烈摇晃了起来 差点跳下去的道爷一胳膊挂住雕像脑袋 手电迅速打量周围情况 这种情况下误打误撞不是什么好事 有稀稀酥酥的东西从上面洒落 手电光往上一照 发现穹顶正在裂开 猴子 穹顶要坍塌 快走 道爷吼了声 自己已经纵身从雕像尖头跳下 可是运气不好 一块巨大的落石直接把他从空中砸了下去 待他趴在地上呛雪抬头时 引见轰隆隆分落的石块钟 瘦小汉子身形快闪 一个翻滚窜进了近来的涌道中 紧接着眼前一黑 失去了知觉 脑中纷纷乱乱 头疼欲裂的感觉如潮水般退去后 缓缓睁开双眼 光线昏尘 火光摇影 目光左右打亮 看到了光线来源 一根竹子上斜叉的火把 自己似乎身处在一座颇具古风的老旧坡庙内 不知是哪 但估计是逃出去的猴子救了自己 之前被砸趴下的感觉还在 就凭那石头的分量 估计不死也好过不到哪去 能活下来以示万幸 凭他的经验 人若在重伤的情况下 还是不要有剧烈动作的好 身体虽然感觉不到什么疼痛 也有可能是神经麻木的作用 肩动了动手指 确认食指活动自如 没事 手掌到胳膊动了动 运转自如 也没事 又抬了抬双脚 屈膝伸缩大腿 还是没事 惊喜之下 他双手往地上一撑 正要试试体驱状况 突见一张带着微笑的老脸遮挡在上方视线中 发三发迹还有那衣服的风格 一个古装打扮的老头 小兄弟 你醒了 看来还真是老夫的运气 老头微笑道 过手在他肩膀上扳了一把 顺带将他扶了起来 道爷略保持着警惕 想运弓戒备 却发现内力调节不出来 估计是受了重伤的原因 不过坐骑扭动了下身子 又没发现身体有什么大碍 只是后脑勺隐隐作痛 似乎遭受过什么重击 左右看了看破庙内的环境 目光落在老头脸上 问道 老哥 这是 话一出口 发现自己的嗓音不对 显得有些稚嫩 估计也是受了伤的原因 干咳一声 继续问道 这是哪里 老哥 老头愣了一下 呼呵呵笑道 年轻人口气不小 好吧 老哥就老哥 有个性我喜欢 这地方具体叫什么 我也不清楚 我也没精力去查探 反正就在燕国紫云郡内的一个山窝里 燕国紫云郡 道爷茫然一顿 这是哪跟哪 不由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 发现对方胸腹衣服上有大片的血迹 隐隐能闻到血腥味 看脸色有点惨白 似乎受了伤的样子 但眼中神采依然清明 问道 不知老哥尊姓大名 老头笑道 老夫上亲宗弟子东郭浩然 道爷又是一愣 自听清楚了 但是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再次上下打量对方 穿着古装 话中带着古意 这位不会是入戏太深了吧 你要扮古人也要扮相一点好不好 古人操着一口自证羌人的普通话 他怀疑有人在耍他 扭头四处喊道 猴子 猴子 老头也愣了下 道 我也刚道 没看到什么猴子 这附近的山林中有猴子吗 为猴子的响应 自己怎会出现在这里是个疑问 但能把自己从那古墓里弄出来的人肯定不简单 道爷审声道 老哥 不知哪条道上混的 老头笑道 上青宗自然是正道 道爷冷笑一声 老哥 再这样闹就没意思了 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好 老头点头道 我身受重伤 时间不多了 你也许不明白什么意思 但只需记得一点 上青宗也在这紫云郡内 离此大概有三百余里 这山下不远处有条河 漂流直下 抵达一处端崖瀑布时可停下 在那中林玉秀之地便是上青宗所在 寄清了吗 话必 老头盘膝作证 担长在胸前柔和旋转一推 道爷瞬间大惊失色 发现自己被一股无形力道挟持 前置的一动不能动 整个人轻轻飘离了地面 心中可谓震惊 想不到这世上竟有内力如此高深之人 简直高深到了他无法想象的地步 本以为自己胸围在江湖上已经算是顶尖高手 如今看来不过是米粒蜘蛛与浩月争辉 古语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古人诚不欺我 老头呼一掌拍在自己胸口 扑出一口血来 绝出成球 一团漂浮 老头手指插入漂浮身前的雪球 快速搅动 雪球重担出一支支血色符纹 符纹飘出 绕着道爷周身飘转 如此诡异神奇的一幕 看得道爷心惊不已 这内力操控的精深程度 他连做梦都想不到 随着符纹的弹出越来越多 雪球越来越小 最终全无 化作了36道血色符纹绕道爷周身旋转 老头突然双手齐齐搅动 漂浮得道爷整个人意上下左右旋转了起来 老头一掌掌拍出 每拍出一掌都拍在了那旋转的血色符纹上 血色符纹迅速凝缩 化作一道红光 精准打入道爷的血味经络中 那种被什么东西活生生钻入体内的感觉 疼得道爷直冒冷汗 带到36道血色符纹全部拍打注入道爷体内 老头翻飞的手掌一粒 道爷一栩栩飘落 盘坐在了他的对面 呆若目击地看着他 老头凝重神色又露出微笑之意 只是那金光双目中的神采变得暗淡了 语气虚弱道 我以上轻松密法将毕生所剩修为化作36道护身符 为你护法辟邪 照我说的路径前往 应该足够护送你抵达上轻松 我伤势太重 命在旦夕 无法再回上轻松 能在此弥留之际遇见小兄弟 是我运气 也是上轻松的运气 小兄弟能遇见我 也同样是小兄弟的运气 算是咱们有师徒缘分 做我弟子总比你待在这山窝里做割乱石香名墙 想必你也没理由拒绝 你去了上轻松就说是我弟子 我打入你体内的护身符就是证明 他们自会相信 道爷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 消化着他的话 老头又从怀里摸出一支铜镜 立给他道 唯得此物 我这条命算是断送在了这上面 上轻松掌门堂目是我师兄 此物你带去上轻松交给我师兄 千万切记 此物不可向其他人显露 只能交给我师兄本人 千万不能落在其他人的手里 记住了吗 道爷下意识点了点头 伸手接了铜镜在手翻看 心里哗哗的 满是惊疑不定 这 这应该就是他从那观音雕像上摘下的那只骨铜镜 不能确认 因为当时没细看 但手中铜镜看着极像 抬头看向老头 对方刚才的神通让他有点信了点什么 可这铜镜又有点将他拉回了现实 他想问点什么 谁知刚一张嘴 老头两眼一闭 带着微笑 干净利落地一头栽倒在了他的身上 老哥 老哥 道爷拍着换了两声 见没反应 伸手一视气息 再摸了摸对方颈部的脉搏 死了 反复确认对方是真的死了后 道爷愣神傻眼扮赏 耍他或开玩笑 没必要玩这么逼真吧 这是真死啊 慢慢将老头一体放平整了 翻看着手上的铜镜 这时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穿的也是古装 两手掌形也不是自己的手掌模样 头顶感觉有些不自在 抬手一摸 又拽了拽 疼 持针发迹 不禁爬起环顾四周 外面突然传来哑一声尖叫 像是乌鸦的声音 道爷快速朝门口走去 想看看外面的情形确认点什么 拉开门栓 大门一开 走出到了外面的台阶上 宁月当空下的山巒起伏 寒星坠满夜空 屋外大树上又哑一声尖叫 吸引了他的注意似乎真是一只乌鸦 但那乌鸦两眼清晰可见 隐隐冒着红光 似乎正盯着他手中的铜镜 乌鸦眼中红光亮起 正吃一张 同抱成一团黑雾冲来 前端化作人形模样 归手就是一只明晃晃的大刀劈砍而来 如此诡异的情形 道爷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大吃一惊 下意识躲闪 可身体机能似乎跟不上他习惯的反应速度 眼尖要命丧刀下 他惊慌失措之下 条件反射性的挥避一挡之际 胳膊上一道热流冲出手掌 掌心烫得不行 一道红光喷射而出 化作一张巨型血色符纹 隐生生撞在了冲来的乌鸦怪人身上 哄 一声问雷般的响声回荡 撞上血色符纹的乌鸦怪人 瞬间被震成了飞烟 那血色符纹也随之消失 挥着一只胳膊 侧弯着腰 僵硬了一混雷动的道爷似乎难以置信 这是自己的杰作 不由想起了老头刚才传法后说的话 见鬼 外面貌似有点危险 道爷一个闪身 往后一蹦 跳回了屋内 迅速把门一关 将里面的火把也给熄灭了 第三张船未知争 天寒地冻 寒霜不风流水 远处飞铺隆 清月下 一记驰骋而来 骏马一路呼着热气 马背上的人笼罩在黑色斗篷内 擒至潜水滩河边 拐入河滩 射潜水 见着水花冲到了河对岸 继续及持向远方山林 山中灵木幽深 光影暗措 冲进山林之际 骑士一挥手 黑袍内闪出一道粉白暖光 照亮前途 粉白暖光是一只震翅即飞的蝴蝶 名为小月 寓意为小月亮的意思 身有硬甲 翅膀内有骨刺 白天面对强光不显异常 于黑暗中发光 散发出的光滑柔和 两丈内的距离照明不成问题 飞行速度快慢间距 被修行中人训养来照明 小月发光来源在翅膀上 翅膀背面无光 光来自翅膀内面 因此扇动翅膀时 光线辐射范围忽大忽小 有忽明忽暗感 停落收斥时完全可以当照明灯来用 小月一路领路在前照明 骑士送马在后 检方林中呼吁出一道流光蓝在了路中 又是一只发光的蝴蝶 骑士紧急乐停 引路的小月闪回她的跟前 笼罩在斗篷内的骑士抬起了脸 是个面容清爵的老头 三缕花白长须 两眼有神 随手扔了指令牌出去 潜伏在树上的人影 接了令牌查看过后 将令牌扔回 阻拦的发光蝴蝶迅速收回 隐没在了黑暗中 骏马再次急驰而去 追在小月后面一路消失在山林深处 靠越深辉 山林深处是一中林玉秀之地 其风翘崖林立 山崖至上有殿与宫楼 可见通明灯火 此地正是修行界上青宗宗门所在之地 黑袍骑士在一处山崖下跳下坐骑 掀开了斗篷帽子 露出了真容 正是上青宗掌门堂木 一名弟子立刻过来见礼 掌门 堂木顺手将将绳扔给了对方 什么话都没说 快步而去 沿着牙壁上之刺行回转的 时机快速闪身而上 脚下几个点落纵月便飘落在了崖顶 已经来到山上微微宫殿之外 继续快步前行 飞檐屋雨下 一青罗发迹披沙的女子静丽 眉带如细长柳叶 一双凤眼 明眸黑玉宝石般 摇鼻娇美 英纯如绽放花蕊 面若芙蓉 又略带端庄冷艳 腹白娇嫩如细词 胸龙饱满 身段婉约 一席灰色龙沙长裙 气质出尘如仙 正是唐木的女儿唐仪 举头望月 寂寥之夜独自孤立赏月 发光蝴蝶引人注目 虽然一到雅顶就被收了 却还是被唐仪发现了 唐仪回头看了眼 略显诧异 走向了台阶那边迎接 看了看父亲身后 不见其他人 不禁有些奇怪地对 登上台阶的唐木问道 爹 师兄他们没一起回来吗 谁知唐木身形一晃 分心之下 居然被脚下台阶 也得半地摔倒在了台阶上 同时扑一声呛出一口血来 唐仪大吃一惊 凭父亲的修为 怎么可能这样 迅速闪身而去相扶 靠近后闻到了 父亲身上不清的血腥味 触手秀必发现是湿的 还有点黏糊糊 抬手借着屋檐下的灯光一看 才发现是血迹 不由大惊失色道 爹 你受伤了 唐木微微摆手 示意他不要声张 外面天寒地冻 山上气温更冷 但屋内却是温暖如春 一个硕大的铜炉 类似炼丹炉的东西 正在厅内中央 人站在炉下需要仰望 里面全是燃烧的炭火 靠近能感受到炙热 将整个屋内烘烤得暖轰轰 热气直通内部的各间里屋 敞开着大门 也难解屋内暖意 将父亲扶入内坐下 唐仪一脸焦虑 要给父亲检查伤势 唐木抬手阻止 审声道 立刻通知三位长老 和内门弟子前来见我 我有要事宣布 唐仪着急 爹 您的伤 唐木喝声打断 快去 快 唐仪仪哑唇 明眸中泛起雷光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却不得不旋转长裙 快闪而去 没多久 有数名类们弟子快跑着仙道了 见到唐木的样子皆震惊 灯光下明显能看出唐木是受了重伤 弟子们迅速上前查看 尤其是唐木的清传大弟子未多 更是急得不行 师 师父 您 怎么伤 伤成这样了 弟子为您 聊 疗伤 他是个天生的结霸 唐木摆手 事意退开 不让他们管 一脸憨厚的为多急的跪在了一旁不起 唐木闭眼 似乎已无经历跟他多说什么 稍等了会儿 上清宗居于后山的三位长老飞落门外 联媒而入 两男一女 三人分别名叫罗元公 苏破 唐素素 皆显年迈 苍老度胜过掌门唐木 本都是唐木的师叔 唐木皆掌上清宗后 三人便退居长老之位 尽管三人来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见了唐木的状况还是吃惊不小 三人上前一起动手检查 不比下面弟子 唐木不好拒绝 只好润油 三人施法为期检查过后 脸色都显得极为凝重 知道了唐木不让救治的原因 因为救不了了 伤得太重 五脏又腐毁得差不多了 全靠一口蒸汽掉这步道 三人大概也猜到了唐木急招大家来 是要宣布什么 谁干的 唐素素有些愤怒地问了声 她是唐木的亲姑姑 当年唐木进入上清宗也是她一手引荐进来的 后唐木能坐上这个掌门的位置 她一出力不小 自己的侄子成了这样 叫她如何能不怒 唐木徐徐道 等人到齐 众人只好等着 直到唐一回来 将上清宗留在的内门几十名弟子全部换来了 在厅内尊卑友续战了几排后 唐木双手抓着扶手坐直了身子 声音清晰有力道 我因身体原因 无法再执掌上清宗 经内门弟子皆在 听我法指 人人为证 我正是将上清宗掌门之位传于师弟东郭浩然 听令者不得有期 尚有门规 为者言成不代 一群弟子还好 只是互相看了眼 三位长老却是吃惊不小 传位于东郭浩然 按照上清宗的门规 上清宗掌门只能由内门弟子担任 由上任掌门来指定 若掌门出了什么意外不能指定的话 则从其弟子重选一人出来继承掌门的位置 由所有内门弟子来推选 除非掌门连弟子都没有 才会从旁系来选择 东郭浩然是唐木的师弟 自然算是内门弟子 也符合掌门指定的接掌人选 可从唐木这一系来说 却是选了旁系的人来接位 加上一些其他因素 从某种角度而言 东郭浩然并非合适人选 唐素素第一个捧不住了 立声道还请掌门三思 东郭浩然和宁王商建伯 眉来眼去已久 商建伯一想天开 惹得天下修饰不满 正是介于此 师兄当年遇传位于东郭浩然时 才被师伯师叔们拦了下来 而传位于你 如今你又绕了回去 岂不知东郭浩然一旦尚未 会给上清宗惹来面门之祸 如此大事岂能而戏 唐木平静道 来的路上我已听到消息 商建伯遇慈身亡 所以商建伯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商建伯死了 宁王商建伯可是 燕国当今皇帝的亲弟弟 是位列三公之一的大司马 统领燕国兵马大权 能征善战 真正的位高权重 居然遇此身亡了 这的是多大的事 这边居然没收到消息 一太老迈的唐素素 抬头挺胸道 我反对 唐木邪木时之 问为何反对 可曾有为门规 唐素素 不曾有为 但上亲宗次建立以来 掌门之位按惯例都是传于清传弟子 还没有传于庞系的先例 掌门坐下弟子中并非无人 何故传于庞系 总得有个理由吧 唐木闭目叹道 此番跟随我外出的弟子皆已罹难 众人掠摸 见到唐木商城这样回来 又不见其他随行弟子 心中大概就有了猜测 如今得到证实 一个个不惊疑惑 到底出了什么事 唐素素又指向魏多 魏多是你大弟子 掌门岂可无事 唐木无动于中道 魏多忠厚老师 可为贤府 不是为主 担不起掌门重任 这个说辞到也没人反对 加上魏多结巴 做掌门的话的确有损上亲宗形象 就连魏多自己文言都低下了头 唐素素又指向唐仪 唐仪呢 上亲宗可没有女子不能做掌门的道理 唐木 唐仪是我女儿 上亲宗又不是我家私产 我身为上亲宗掌门岂能暗藏私心自家带带传 唐素素大声道 举弦不必亲 谁敢不服 唐木淡然道 不妥 唐素素怒了 说到底 掌门就是想将掌门的位置传给东郭浩然 究竟是为什么 可有见不得人的企图 唐木豁然睁眼 目光扫去 语气中带了几分严厉 上亲宗的门归对唐长老来说 是不是可有可无 唐素素宁言无语 双拳紧握 气得瑟瑟发抖 没想到自己至亲的侄子居然会当众这样说他 头回对他如此强硬 当着众弟子的面令他颜面无存 我意已决 唐木摸出了掌门令牌 地向就近的罗元公 师弟东郭浩然不在场 按门归 掌门令牌有几位长老联合代为保管 师弟回来后 掌门之位正式转由东郭浩然接掌 上亲宗上下弟子为见证 不得有误 第四章牛有道 罗元公双手接了掌门令牌 表达了该有的尊敬 归位时看向唐素素和苏珀 忍不住叹了声 没办法 此时的唐木亚根不具任何压力 就算联合宗门上下所有人反对也没用 指定掌门继承人 是门归附于掌门的权利 唐木临死前非要这样玩 谁玩得赢他 诸位谨记 我死之后 逆不发丧 否则亦给上亲宗惹来大祸 唐木又当众搬下一道一命 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是什么意思 几位长老眼神碰了下 都有忧色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稍后 其他内门弟子散去 厅内只剩三位长老 还有唐一和魏多 此时长老罗元公才沉声问道 掌门 你和东宫浩然先后率领坐下弟子离去 如今你又伤成这样而归 究竟出了什么事 是谁打伤的你 唐木硬挺在那平静道 我经历不济 有什么疑问等师弟皆掌掌门之位后 你们再问他吧 唐素素含着脸道 最近外面有传言 说什么伤境重现天下 难道掌门和东郭浩然是因与人抢夺伤境而弄成这样 提到伤境这东西 在场诸人神色皆动容 紧盯唐木的反应 实在是伤境这玩意的来头太大 如今天下虽是七雄并利 但说到底还是五国的底子上来的 当年修行界第一高手商颂本可逍遥一生 后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突然掺和进了俗世 费尽心利益统天下 建立了五国 自己也当了五国皇帝 一直压制着天下修士 美其名曰避免修士与凡人争利 后来商颂为了求长生 有为初衷 将天给捅了一个窟窿 造成灵气大量从天外泄入 令修行界想不繁荣起来都难 商颂的夫人也就是五国的王后黎歌 不忘初衷因此补天 结果夫妇二人双双不知去向 夫妇二人消失后 分封天下的数百个诸侯国 再也无人能压制得住 诸侯开启了战乱 一直持续至今 传说商颂炼制了一套法宝 共八剑 商颂破天和离歌补天都是凭借此宝 五国崩盘 神气外流 八剑宝物也在诸侯国之间流转不停 随着小国不断被吞并 天下最终形成八强割剧的局面 八剑宝物也分别被八国所掌握 被各国视为正国神器 而这商颂就是秦国手上的正国神器 传言商颂乃是破天和补天法宝的影子 乃八宝之首 因此隐得修士介入 令秦国被灭 秦国国潮崩溃之际 商颂却下落不明 各方势力寻找皆不得其宗 问题的关键是 传言五国王后黎歌补天时 并未将天给补权 仍有漏缝 有人因此认为天下修士过多与此有关 修士一多就免不了与民争利 认为修士不断插手俗 是令天下战乱不断 于是有人想及其八剑法保补全天之漏洞 断绝灵气来源 如此一来自然就得罪了天下修士 燕国大司马宁王商剑伯就是此中代表 偏偏上清宗有不孝弟子和宁王商剑伯没来眼去 譬如东郭浩然 最近外界突然疯传商镜重现天日 唐木和东郭浩然又在这个时候 带着弟子跑出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还闹成这样 想不让人怀疑二人的行踪和商镜有关东南 一国的背后站着多少修行门派 而商镜却是能引来灭国之祸的东西 是为若是上清宗招惹上了这东西的话 能不让人担心吗 上清宗已非早年新盛时期的上清宗 早已示威 经不起狂风暴雨 唐木缓缓闭言 你们想多了 只因遭不明身份的人偷袭而已 既然算是看出来了 唐木亚根不想说出真相 他这个样子 随时会倒下 谁也没办法逼他 次日天明 庙门嘎吱开出一条缝 一只眼睛在门缝内往外溜了几眼 门缝渐渐打开 道爷脑袋伸了出来左顾右盼 门再开 道爷探脚轻轻侧出身子 点着脚尖轻悄悄落步 不敢发出声响 继续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出道外面绕着小庙转了圈 竖着耳朵听 睁着眼睛看 小心观察着四周 似乎龙冬季节 外面天寒地冻 草木空荒 到处扔了几块石头探路 也不见什么反应 发现好像真没什么危险后 庙外站在山坡上的道爷 方放松挺直了 因保持警惕而猫着的身板 再次从怀里摸出了 那只纪念打磨的光可见人的铜镜 爱生叹气地对着自己的脸左右照了照 镜子晒回怀里 看到了山脚的小溪 一溜烟地跑下了山 到了溪边 跳上溪流中的一块石头 看着倒映在溪水中的自己的影子 唉 又是一声长叹 之前在庙里借着外面的光线照过镜子 结合自身目前的情况 差不多搞明白了那老头 为什么称呼他小兄弟 喊他小兄弟一点没错 还真是小兄弟 发现自己成了个小小少年狼 慢慢蹲在石头上 对着清澈溪流固影子连了混 肚子咕咕叫 饿了 不管这少年狼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饿肚子的感觉 却是由他实实在在承受着 起身四顾 得想办法找吃的 无意中看到隔山的地方似有吹烟鸟鸟迹象 跳过溪流 找到一条好像正通往那边的野镜 一路保持着警惕摸了过去 翻过山林躲一棵大树后面观察 见到了一座村庄 村子显得有点狼藉 似乎被火烧过 不少妇如哭哭啼啼 村民们正在清理凌乱的村子 倒也看看自己的穿着打扮 脏兮兮的麻布斜破洞处露出的大脚趾翘了翘 有点惨不忍睹 不过和村民们的打扮相符 也让他有了底气露面走了出来 带着几分心虚走向了那个村子 当进村 便见一个头发凌乱的富人跑了过来 鬼哭狼嚎的抱住了他 道哥 你还活着啊 还当你被那些杀千刀的兵匪给祸害了 一个时辰后 倒也明白了 这个村子昨天遭了乱兵洗劫 死伤了一些人 他出现在那破庙 估计是因为躲避乱兵 炊烟熄灭 村里吃了个半饱不到的男人们开始进山找吃的 主要任务是去挖一些根筋植物 或猎捕一些野兽公村民熬过这个冬季 至于村里的粮食都被冰肥给洗劫一空 刚才一点吃时还是谁家藏起来的没被冰肥发现的 这点东西糊不了全村的口 一点吃的暂时供应给了要干体力活的男人 老弱富如得忍饥饿继续收拾狼藉一片的村子 等到男人们去山中僵吃的找来 寻找食物的男人中 道爷也稀里糊涂的成了其中一员 小少年也当成了男人用 如今不叫道爷 在这个村里的本名叫牛友道 不知是否是食也命也 和他道爷的称呼正合 牛友道就牛友道吧 道爷道也不在乎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成了牛友道 对这种歧视 他虽然惊奇 却也不算太难以接受 他这种刚考古出身的人 此人的身后事件的多 稀奇古怪的是不少见 对这种魂魄寄人体去的事 各种古籍传说也见过不少 别人当迷信 他却一直都是信则有 不信则无的态度 确认自己的状况后 心态还好 能坦然接受 总之在这里不算是不明不白的人 有个合理身份 道爷自己也决定了 就叫牛友道吧 究竟寻找食物的是交给了少年们 远行寻找较为冒险的行程 则交给了那些成年人 打着找食物的幌子 牛友道跑了单 没去找食物 而是回了破庙 庙里一块悬挂的破布漫被他扯了下来 裹了老头的尸体 背下了山 来到了老头说过的河边 钻进竹林挥舞柴刀放倒了一些竹子 修掉枝叶 长短做了截取 找来枯藤之类的东西泡水 编造了一个相当扎实的三层连体的大竹牌 阔气宽敞稳当 凭他的生活经验 编造竹牌是很简易的事情 废不了什么事 竹筒垫底当滚轴 编好的竹牌轰隆推入水 老头的尸体放了上去 还搜罗了一堆枯柴堆积在上 又从小河边找了快扁平的大石头放上竹牌 一只简易船讲 一根竹膏 一起带上了竹牌 从村里带来的锄头也扔了上去 一刀砍断拴着的枯藤 竹膏岸边一撑 竹牌在人里岸 撑着竹牌 借着水流的流向 慢悠悠荡开闭拨而去 至于为何没有留下跟村民们一起重建家园 首先对这些村民没什么感情 而这些窝在山窝里的村民们也没什么见识 他装傻冲动问了好些 结果村民们连外面什么局势都搞不清楚 他不愿窝在这里种地 很好奇这里的世界 更好奇那内力精深到下人的东郭浩然所说的上青宗是怎么回事 他还是道爷的时候就喜欢这种修炼的东西 经常从古墓里寻找类似点击 有着去上青宗见识一下的强烈欲望 其次是这鬼地方经常遭匪兵洗劫 自己这少年区的家人早就被那些匪兵给祸害了 村里类似他这种情况的不少 他截然一身 走了也没什么好牵挂的 也不愿久留 趁着跟村子里的人不熟悉尽快走 怕留久了和村民们有了感情后难以割舍 于是悄悄走了 一范之恩将来有条件自当报答 虽然连半宝都算不上 而戴上东郭浩然的尸体是因为觉得多带个证据去上青宗要稳妥点 是不是也显得有诚意一些 这天寒地冬的他觉得保鲜应该还可以带着不麻烦 第五章别不识好歹 竹排飘出小河融入了大河流有到收了竹膏 愿由竹排随波逐流去向想必东郭浩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没理由骗自己倒不用多疑 坐在竹排上用柴刀片出了一些小竹条 扯了点事先准备的枯柴 摸出火折子在那扁平的大石头上升了一小堆火 将小竹条进行着烘烤 烤出汗青直到烤的韧性足够了 又将小竹条截断成了小段 从怀里扯出了之前在村里准备的麻线 用手绷了绷 确认了结实程度应该足够 虽将小段竹条分节点绑在了麻线上 绑的位置在竹条中间点上 又从怀里扯出一根脉杆 结成小小段 将韧性实俗的小竹条卯弯 小段脉杆将绷在一起的小竹条两头给套住了 让小竹条无法弹开 手道破一洞里一阵掏 摸出了一小把脉力 这是他在村里泥地里一粒粒扒拉出来的 估计是匪兵抢粮食洒落的 碾一粒脉力塞进了绷住小竹条两头的脉杆孔眼中 如此作为在一根麻线上连坐了十几个简易机关 随后麻线入水 一头拴在了竹牌上 剩下的就听天由命了 流有道也不管了 一截竹筒从河里取了水 慢慢咽入口中午热在咽下肚子 坐在竹牌上烤着火 欣赏着河道两岸的风景 眼神终明显有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也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感觉坐下竹牌有点动静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水下拽动 神色一喜 动静不断传来 它却作纳没动 为等多久动静就消停了 竹牌后面拉起麻线往回收 很快便见水中拖出了一只两三斤重的鱼 两边鱼塞已经被弹开的竹条给撑开了 才一会儿功夫这条鱼就已经半死不活了 别小看这小小而又简单的捕鱼机关 鱼塞乃是鱼在水下的呼吸系统 呼吸产生了障碍 就算是在水下生活的鱼也得被水给淹死 这竹条有弹性 鱼一下两下也正不拖 加之缺氧在水下很快就没了力气 一旦中了就很难跑掉 鱼钩吊上的鱼反而能在水下较近许久 当然 这小机关也有缺陷 大鱼难搞到 没办法 村里条件有限 没有食物给它携带 它只能因地质疑随便十点东西凑合一下 一路上总得想办法果腹吧 将鱼摘下一扔 又重新绷上小断脉杆装上诱饵再次放入水中 其他卖力已经炮涨 它估摸着又鱼几率已经大大增加 捡起半死不活的鱼 摸出匕首将鱼开糖拨附在河里稍作清洗 重新点上火 棒棒将鱼一串 就在那自得其乐地烤了起来 既然能抓到鱼 看来这边的生态环境还不错 它准备吃喝拉撒就在这竹牌上了 听说这边兵荒马乱的 估计还是待在竹牌上安全点 鱼刚烤熟 烫着双手吹嘘的牛油道还没啃上几口 竹牌下面又有了拉扯的动静 牛油道乐了 与此同时 远处岸上 一辆马车正在颠簸狂奔 后面一队人马急迟追着 很快追上 两边冲过的骑兵扬起弓弩朝着马车内一阵乱射 惨叫声传出 马车也迅速被控停 竹牌经过时 慢慢啃着烤鱼的牛油道亲眼目睹士兵 从马车内掀落几具尸体 有一人似乎没死 正跪地求饶 一将拍马靠近 手中枪一枪刺出 将跪地之人刺道 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行凶 对经历过另一个世道的牛油道来说 有点过分 最重要的是之前村庄的见闻 令他对这群官兵先入为主 没什么好感 却也只能是冷眼旁观 拔回枪的将领也注意到了牛油道 吸其竹牌上烤鱼 牛油道也发现这群官兵注意到了自己 虽假装良民 忙自己的 从竹牌后面拽上麻线 又收了一条鱼上来 那将领眼中露出饶有兴趣神色 对一旁手下道 龙冬季节 破烂寒衣 却有办法果腹 这少年看着机灵 稍作训练也许是个好苗子 说话是个女人声音 家属会议 这是要将那少年抓来当兵 当即朝竹牌上的牛油道那喊 那少年郎 快些靠岸 有话问你 讲片过来 牛油道哪敢靠岸 当作没听见 衣服上随便擦了下手 拔了插竹牌上的烤鱼 继续埋头吃自己的 有装笼子的味道 躲 一只剑鱼钉在了竹牌上颤巍巍 就在牛油道身边 差点吓牛油道一跳 这要是射偏一点还得了 目眼抬头看去 结果发现正是之前提枪杀人之将 对方坐在马背 持公指来 喊道 少年郎 过来 声音清脆明亮 还算好听 牛油道才知这是个女将 只因风尘仆仆穿着战甲 看不出雌雄 顿时怒了 朝对方比出一根中指 令大声送出两字 剑人 女将虽没看出 他比出的中指是什么意思 但从对方的咒骂中 也能判断出 这手势绝对不是夸他 一普通小敏感 正年马官兵 胆子不小 有那么点意思 冷笑了一声 他手下立刻有十几人张弓拉剑 对准了这边 我去 牛油道怪叫一声 怎么忘了对方有弓箭 早知不该骂人惹怒对方 一个翻身 扑通钻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一连串躲躲声 十几只剑羽定在了 牛油道刚才做的位置 火光跳起 石板上燃烧的柴火 被剑矢射得翻飞 女将一了声 眼中玉发露出欣赏神色 发现这少年狼不简单 反应速度够快 一般人怕是已经下得不知所措 这少年的第一反应 确实预先规避危险 确认了的确是个好苗子 更加激起了他将支收于挥下的兴趣 他抬手指住了搭建玉在射的手下 一脸戏谑的看着 率队跟着漂流的竹牌并行 水下伸手看了竹牌边缘 冒头一看 牛油道才发现竹牌上堆积的 一堆干柴已经被火给点燃 赶紧挥避泼水 将刚燃起的火苗给浇灭了 个竹牌被烧毁了的话 没有再具凭他目前的身板 怕是没办法将尸体带去上青棕 见对方人马不及不徐 递在岸上随行 百名盯上了他 牛油道攀着竹牌 脚下滑水 拉着竹牌往另一边的岸旁靠 女将随手从剑弧里抽出支剑 搭弓拉弦 搜一剑射出 牛油道回头跟着闪过的剑影看去 只见箭矢插在了对岸一棵 歪脖子树干上颤动 随脚不禁抽搐 起码六七十米宽的河道 能轻易射中对岸一棵不算大的树 对方什么意思太明显了 这时在炫剑计 在警告他 敢从对岸上岸 他就能一剑放翻他 别想跑 牛油道的确有这念头 实在不行就给东郭浩然来个水葬 他溜上对岸跑人算了 不是他无情 而是水里太冷了 泡久了非丢小命不可 女将嘴角带着戏谑笑意 一副看你能在水里泡多久的样子 领着人马压着骑行速度 钉死了牛油道 而且还让人马拉在河岸开了长线 长距离钉手着河段 防止他潜水钻远了逃跑 硬看了一阵 牛油道牙关洞的开始哆嗦 终于忍不住了 大喊道 那位将军 小人跟你无冤无仇 何故以死相逼 女将回道 无冤无仇 刚才见人骂谁 牛油道无语一阵 又喊道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行不行 女将单粹道 不行 牛油道 究竟怎样才肯放过 女将 很简单 来我麾下效命赎罪 做我的兵 如此刁蛮 去了还不被你折磨死 牛油道 富费不已 他也不敢相信对方 相当怀疑 对方是想把他骗上去收拾 既然对方不讲道理 他也没什么好客气的 大声回道 当你的兵没兴趣 当你的男人怎样 女将冷笑道 毛眉长期的东西 还敢嘴硬 看你能泡多久 一根剑搭上弓 坐欲射撞 牛油道猛吸一口气 钻进了水里 抓着竹牌下面鞭扎的疼 躲在竹牌下面前行 然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 遂再次悄悄冒头 结果一冒头 对方又坐实拉弓 再次将其逼入了水中 反复几次后 牛油道算是明白了 对方在耍他 可他还不敢不躲 万一对方真的设他怎么办 他现在有点怀疑东郭浩然的话 不是说那护身符 能护他一路平安吗 怎么不见有效果 他不得不溜到了堆积干柴的位置躲避 干柴下面是东郭浩然的遗体 现在也顾不上会不会惹得剑矢伤及无辜 静好天无绝人之路 正在他想办法脱身的时候 前方河岸出现了复杂地形 马匹难以再靠近河边行走 河流开始蜿蜒改向 远处出现了微微山影 河流似乎要流经山岳地段 流速似乎也加快了不少 一名步从拍马到了女将身边 嘀嘀咕咕了一阵 女将眺望了一下前方的地形 略沉默之后 摸出了一面牌子 卸在了箭上上公搜的一箭射出 钉在了竹牌上 随后大声喊道 小子听好了 今天看你陪本将军玩得高兴的份上 给你纸条明路 外面兵荒马乱 世道艰难 若是想通了 可持名牌来广义俊找官府 自会找到我 别的不敢保证 保你吃饱穿暖却没问题 说不定还能奔个前程 别不识好歹 说罢波转马匹 领着一行人马折返 急迟而去 第六章 求仙问道之心 去广义俊找你 这念头只是在脑海里过了一下而已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牛友道没心思考虑这个 也没打算去找对方 他对这些官兵没兴趣 眼巴巴看着人家走了 确认人家的确是走了 牙关打颤的牛友道费力的爬上了竹牌 不出来还好 一出水吹着冷风 那叫一个酸爽 更冷 浑身直哆嗦 牙关咔咔咔个不停 又冷又饿 他真想跳回水里去 也许更暖和一点 可他知道那和温水煮青蛙没什么区别 一旦发现不对 估计再也没办法从水里爬上来 摸出火折子想烤火 结果发现火折子也湿透了 没法用 瞅到扔竹牌上还没啃几口的烤鱼 赶紧抓了起来 将硬着食指捧在手里多缩着咬 想办法补充能量 身体热量好像已经消耗的没了 那是从骨子里冷出来的劲 人感觉都要冻僵了 四周明显是荒郊野外 看不到人烟迹向求救 后来发现不行 整个人的知觉似乎都有些发目 昏昏沉沉想睡 他清晰地知道 不能睡 这是自我麻木 身体这种状况一旦睡着就别想醒来 目光投向了河岸 想靠岸上岸 可身体已经冻僵了 身不由己 一时不由自主地渐渐沉沦 就在他即将陷入昏睡的刹那 似乎做梦靠在了一个火炉上 后背发烫 又猛然惊醒过来 直溜爬起 愣住 发现身上湿漉漉的棉衣正冒着腾腾热气 身上也不冷了 后背某个部位更是热的发烫 滚滚热流不断倒向四肢百骸 驱散了所有寒意 之前是冻僵的感觉 现在却渐渐有热的发燥的感觉 对此也只是稍微奇怪了一下 随后若有所思 背部那个热源正是东郭浩然给他打入了护身符的血位 这么一想就明白了 同时也觉得匪夷所思 东郭浩然的内力驾驭居然如此神奇 这越发激发了他想去上青棕看看的念头 说是求先问道之心也不为过 热得难受 他想调息引导这股热流 但这身体还没那本钱 没有骑马的运功根基 体内没有引导的真气 无法行气 靠空想是没用的 其次也不知道自己这身体是不是适合修炼 套用修行中人的话 那就是根骨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练气 实际上大部分人都不适合 问题的原因出在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练气对身体经络的分布要求较高 经络就像是人身体内部的枝干 人身体内的主枝干大同小异 旁通的枝干却未必相同 就好比同样种类的树木 长出的形状却未必一样 有些人甚至连体内经络的主枝干都未必会相同 连心脏长在另一边胸腔的人都有 根骨不行 也就是身体条件不行的人 也不是不能练气 但只能修炼一些简单的气功 可延年益寿之类的吐纳之术 那些高深的对形器条件要求较复杂的修炼功法是没办法修炼的 最后实在是有点热的不行 牛有道又用冷水扑念 甚至解开了一斤吹冷风 身上破棉袄依旧在冒热气 皮肤通红 经理竹牌上剑雨的时候 牛有道注意到了女将设来的那面名牌 不大 暗红色的圆圆一块 一面雕刻了一只展翅翱翔的凤凰 一面刻了个男子 小转 盯着字体嘀咕了一声 眼神中透着茫然 这里人用的字体居然是小转 凭他曾经干过的行当 对小转字体自然不陌生 能轻易变毒 让他疑惑的是 这个世界的人说着普通话 字体却用着小转 与他熟知的世界显得有些杂乱 可反过来想 站在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他来的那个世界 也许是他熟知的那个世界杂乱 究竟是哪边乱 他也不知道答案 茫然不解 而猪排也已经进入了山川激流之中 漂流的速度飞快 开始颠簸起伏 回国神来的牛友道 赶紧将竹牌后面的一连串捕 与小机关给收了 路途较远 后面说不定还能派上用场 不能毁在了这复杂水路上 竹膏已经在手 在湍急的峡谷河流中 左撑右支 敞开一惊迎着寒风 在不时溅起的浪花中 与风望搏击 动作娴熟 他显然有这方面的驾驭经验 除遍不惊 场面波澜壮阔又惊心动魄 过了险滩 水流又平缓了下来 牛友到以泪滩 抓了竹牌上的一只死鱼生吃 山栏上空一轮明月 铺有两岸原生提不尽 青州已过万重山的味道 竹牌流出山脉 旭日金霞出了地平线 也找了各地方靠岸 身上的热乎镜也渐渐消散 寒意再次袭来 找了各合适的地势 贵武出头挖了各地窝子 捡了干柴拖来枯树 钻木取火 躺在热乎乎的火炕里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又出发 寒风中有艳阳 七夜中有一江明月生辉 日月相伴 水流湍急处用竹高 闹似平缓死境处 则操着简易木讲在那话 历经艰辛 却也自得其乐 他的生活经验 足以应付这大自然的残酷 逐日后 河水看似平静 流速却极快 牛友到一看遍之前方 肯定有类似瀑布的断崖存在 没多久果然听到 龙龙飞铺的声音远远传来 估摸着东郭浩然 所谓的瀑布应该到了 打量了一下四周 引荐远处有山林壮美之地 东郭浩然的话 交代的简单却很清楚 想必那地方就是 那所谓的中林玉秀之地 立刻操着木讲拼命话 在激流中挣扎着靠了岸 费尽力气脱了 东郭浩然的尸体上岸 然后就看着竹牌 快速顺流而去 在不远处翘起一尾 在这一堆干柴跌落消失了 拔出鞋 插在后背绑腰上的柴刀 附近砍了点树木 和藤条之类的 做了个类似简易担架的东西 将东郭浩然的尸体放了上去 藤条边的绳索套在了肩上 掀起担架一头把手在手拖着 肩拉手拽 一路拖拽而去 艰难前行 折磨到了深山中 遇到了山市险峻之地 担架实在是拖不动了 往地上一扔 像条死狗似的 摊软在了一棵树下 解下腰间的竹筒灌了口水 呼敞开嗓子大吼了声 上青踪的人在不在 连喉及嗓子不见山林中有任何反应 他正准备歇一歇 然后扔下东郭浩然独自去寻找 突听吃的一声 不知什么东西打在了脸上生痛 立马提了柴刀爬起 四周打量 吃 又是一声打在脸上吃疼 抬头一看 才见一棵大树的树叉上 不知什么时候占了个灰山年轻人 微服常见 居高临下冷猛看着他 呵斥 哪来的野小子在此大呼小叫 牛有道眼睛一亮 欣喜问道 是上青踪的吗 年轻人道 你这野小子怎知上青踪 一听就明白地方没找错 柴刀往腰上一别 牛有道赶紧将单架上包裹的脏兮兮不慢扯开 露出了东郭浩然的脸 指着说道 啪 认识吗 东郭浩然 让我来找你们的 年轻人瞅了一眼 大惊失色 一个闪身落下 迅速查看确认 随后捞出一支想见拉开指向天空 一团烟火冒出 羞一声冲天而起 他一声在空中炸开火星 不一会儿 陆续有十几人从附近的树冠顶上掠来 皆翻身腾空而落 牛有道的眼睛眨压眨 按道一个个都是好进攻 来到支人都纷纷确认了一下东郭浩然 随后有人喊道 快去宗门禀报 立刻有人闪身窜入林中消失了 其他人一个个盯着牛有道 虎视眈眈的将他围了一圈 却没人问他情况 没等太久 刷刷刷 又陆续有人腾空翻身而落 最终罗员工 苏破唐素素接闻讯而来 唐一何谓多也赶来了 陆陆续续又多出了数十人 上青宗的那门弟子基本上都到齐了 纷纷确认了东郭浩然的遗体后 一个个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神情皆有些凝重 牛有道打量着众人的反应时 多看了唐一两眼 发现这牛站在人堆里很显眼 挺正点 长得跟仙女似的 不过也仅仅是舰长的漂亮 鉴赏一下 现在没别的心思 他从众人的反应上看出来了 东郭浩然在上青宗的地位的确不低 蹲在东郭浩然身边检查过伤势后 罗员工起身看向了牛有道 问小兄弟 人是你带来的 牛有道点头 是的 罗员工汉手 有劳了 能把详细经过说一遍吗 我是离此三百里外的小庙村人士 因兵匪洗劫村庄 躲进了山里的小庙 拥有道把大概情况为伟道来 有关那古铜镜的是遵照东郭浩然的吩咐 在不知哪个是唐木之前他不会乱说 只是当他说到东郭浩然收他为徒时 在场不少内门弟子脸色渐渐有变 唐素素更是犹如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 目光凌厉一闪 立和打断 东郭浩然岂会随便收个山村野小子为徒 简直是满口胡言 我逼了你 不但是嘴上说说 而是真的会长便批 强悍掌力呼啸而出 竟风肆意 师妹 罗元公和苏破惊呼 却也来不及阻止 没想到唐素素会突然出手 而且一出手就是杀招 有人大概猜到了唐素素的意图 唐木已去 传位于东郭浩然 妞妞到大金 她并不是没一点眼力的 毕竟也曾是修行中人 这一掌的威力实在害人 掌力味道已经先挤压的 她无法呼吸 这要是被一掌劈中 怕是要立刻暴毙 如此近的距离下 如此狂暴的公斤威力 也说她现在 就算她还有曾经的实力 也是躲不过的 心中曼昼这老狱祖宗十八代 没想到自己居然是来 上青宗送死来的 亏自己还历经兼心主动 将东郭浩然的遗体 给带来了表示诚意 事实上东郭浩然 也没让她把遗体带来 只要她找到了上青宗 事后上青宗自然会派人 去找遗体 是她牛友到为了 表示诚意自找的罪受 第七章桃花园 眼看毕命在即 危急关头的刺激下 一道熟悉的炙热感 再次出现 只见一道血色符纹 骤然从她头部冲出 刹那正面撞上 唐素素批来的掌力 哄 一声震响 当风四溢 吹得四周乱草 连根拔起飞走 牛友到阵的向后 连滚了几个跟头 撞在山坡脚下才停 静风呼啸声眼熙 飘舞的乱草落地 传法护身符 罗元公和苏破奇念叨了一声 又相视一眼 随后一起看向了 一脸木讷呆住的唐素素 唐素素一张脸阴沉了下来 没了再动手的意思 传法护身符乃是上青宗绝学 只有内门弟子能修炼 却非所有人都能练成 只有对阵法之类的 有相当造诣的人 才有可能练成 另有一点 一般也没人会修炼这个功法 因为练成对自己没什么作用 这纯粹是耗费自己修为成全别人的功法 修炼过程中的尝试就要耗费不少修为 得不偿失 目前的上青宗也只有东郭浩然会这个 哪怕罗元公等长老也不会 由此也代表东郭浩然在阵法造诣上的确不凡 一见牛有道 有上青宗的传法护身符护体 牛有道 是不是东郭浩然的弟子已经不用多说 东郭浩然若非是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加持给对方 如此繁复的书法也无法施展出来 牛有道晃了晃震的有些发猛的脑袋 慢慢爬了起来 俯着胸口吕顺了气 环顾一个个盯着自己的复杂眼神 有暴怒的冲动 尤其想骂唐素素一个狗血喷头 最终还是介于这老太婆太猛了 一言不合就是杀招 随便一掌就可以灭了自己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不得不忍下了 得想办法过这一关才行 讲了想 什么也没说 走回了东郭浩然的遗体旁 拉起掀开的破烂布曼重新带好 折起腾锁挂在了肩头 抬起担架 拖着往回走 什么意思 众人恶然 但发现他是离开这里 速破闪身而出 拦住了牛有道 问你要去哪 牛有道 对不起 打扰了 我可能找错了地方 说吧 又拖着担架绕开了他 嘻嘻酥酥趟着杂草荆棘继续前行 众人感受到了一股孩子气 能理解 毕竟是还没长大的少年 速破丑了眼 唐素素 偏头示意了一下 示意赔礼道歉 唐素素扭头一旁 神情淡漠冷酷 没有赔礼道歉的意思 速破无奈 只得再次闪身拦住了牛有道 叹道 刚才是误会 你没找错地方 找错了 我要带师傅回家 牛有道坚持己见 再次拖着担架绕开他 这倔强之言让人莫名体会到了一股心酸滋味 不远处貌若天仙的唐一心中不忍 有些欲言又止 但宗门长辈在此 轮不到他来做什么决定 嘟破手一身 按在了牛有道的肩头 令牛有道难以动弹 温言相劝道 没错 这里就是上清宗 跟我们走吧 顺手卸下了牛有道肩头的担架 牛有道双手往左右袖子里一钻 抱在胸前 一身破棉袄 破鞋露着脚趾头 一身的鱼腥味 腰上挂着竹筒 别着柴刀 脏兮兮不自知 还凑着一张脸抬头看天 一副不想理谁的样子 这时不知自己有多丑吗 嘟破有些哭笑不得 招了下手 过来两名弟子 左右架了牛有道胳膊 你们想干什么 牛有道左右瞅着 惊叫连连 那两名弟子不管他 架着他往林中飞跃而去 直接走人 嘟破随后又招来两名弟子 将东郭浩然的遗体给抬走了 让其他弟子退下后 现场只剩下了三位长老 此时罗元公才对唐素素道 师妹 你刚才做的有点过了 唐素素冷声道 这小子明显在胡说八道 还不知是谁派来的奸细 罗元公 传法护身符怎么解释 唐素素耿着脖子争辩道 你们听他的谈吐 像是山野村民吗 罗元公 这个可以慢慢查证 不至于不听解释就匆忙下毒手 你是怕他坐上青棕掌门吧 唐素素目光闭开他的眼神 不冷不热道 二师兄 你想多了 东郭浩然弟子众多 掌门的位置轮水也轮不到他头上 罗元公轻轻摇头 东郭率领坐下弟子齐出 如今只回来一具遗体 怕是和唐木的情况差不多 但凡有一个幸存者 东郭也不至于在一个外人身上 施下传法护身符 也轮不到这小子将其一体带回来 怕是没了办法才如此 我就不信你心里没点数 唐素素指向上青棕方向 沈声道 若真如此 按门规 师兄是准备让这个无名小子来执掌上青棕吗 罗元公臣声喝道 那你也不该这样做 你当其他弟子都是傻子吗 你当大家看不出你的企图 唐木临终前为何要把所有那门弟子给招来做见证 不就是防备有人篡改他的一命 你这样做 让大家怎么想 谋杀掌门的罪名你担得起吗 届时就算换个人来做掌门 名不正言不顺 又何以服众 你是想让上青棕留下那乱货根吗 愚蠢 唐素素捧着脸 无言以对 山中温泉内 套在其中的牛友道咪着眼睛一脸舒坦 脑中回想这些天的经历 感觉跟做梦一样 几天前还在神秘的墓穴地宫内 转眼跑到了这个世界 又辗转到了这里 前路上一片迷茫 什么都不清楚 不知还有什么事情在等着自己 思路又回到了沐浴之前的详细问答上 细细梳理了一下 觉得应该没什么破绽 这才安下心来 待到沐浴完毕从山谷内走出 已是喜树一新 换了身上青棕的灰色长衫 长发随便抓了个马尾在脑后 关键以前没留过这么长的头发 也没盘过发迹 不知道怎么弄 山谷外三名被见弟子等着他 之前牛友道已经和他们接触过 为首面带巨傲神色长的白白 静静颇有丰富的男子名叫宋远青 另两个名叫陈龟硕 徐以天 后两者似乎颇为奉承纳的宋远青 师兄之类的话喊得亲热 这三人都是上青棕派来看护他牛友道的 见到牛友道出来 似乎都差异了一下 忍不住上下多打亮了几眼 总之是人要一装 马要安 牛友道的肉身胚子还不错 家之道爷的内在 脏兮兮的山村小子已多了几分飘逸和洒脱 走到三人跟前 牛友道扯了扯身上的新衣服 问能不能通禀一下 我想见掌门 这已经是他不知道第几次要求见掌门唐木 东郭浩然交代的事还没完成 纵眼亲眼神中闪过不屑 掌门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老是点跟我们走 走吧 陈龟硕和徐以天双双伸手在牛友道后被推了一下 被推的一个猎切的牛友道也不知道自己哪得罪了这三位 反正从一开始就没好脸色和好话给他 被三人夹在中间 一路来到一处陡峭山崖脚下 沿着枝寺行开凿的时间蜿蜒而上 情致半山腰 牛友道便被对面山崖上的灰红建筑给吸引了 从四周建筑衬托的规格来看 想必那就是上青宗的宗门重地 登到压顶 看到一座宁静古朴庭院 庭院外的山崖边一株苍老桃树根枝囚禁 枝头粉红醋醋 灿烂如霞 风来花碎 落荫飘零 这桃花实在是开得太漂亮了 牛友道再次被吸引 惊一道 这个季节居然能开出桃花 跟在身后一侧的陈龟硕黑黑一笑 没见过吧 这株桃树已生长了一千多年 本已成精 后被来此创建宗门的祖师也斩断了惠根 就此平凡毅力 早年桃树还会花开花谢 断了惠根后却是花开不谢 几百年了 不管春夏秋冬永远灿烂如霞 如花冠花盖 乃是上青宗的一道奇观 牛友道文言惊奇不已 却听宋眼清哼了声 跟他废什么话 陈龟说面露尴尬 闭嘴了 来到庭院门口 牛友道抬头一看 只见门楼上镇刻着三个仓镜大字 桃花园 宋眼清停步在门口 朝里努嘴道 这里是东郭师伯的清修之地 你暂且在此住着 没有允许不得乱跑 否则小心被打断腿 听明白了吗 牛友道皱眉道 师父临终前让我拜见掌门 进去吧你 曲以天揪着他衣领子 几乎将他扔了进去 随后降门一关 差点摔到好不容易 稳住的牛友道有点火大 冲到门口扯开了大门 怒道 你们什么意思 把我当囚犯吗 纵眼清转身看来 冷笑道 不要闹 若是一不小心失足摔下了山崖 可没人为你喊冤 言语中威胁的意味很浓 不但是威胁 而且还有实际行动漫步逼了过来 天气不错 牛友道抬头看了看天 光 瞬手将门给关了 人在门后木漏杀机 前世道上的人称他为道爷 道爷这两个字在江湖上可不是吃素的 哈哈 欢挺实相的 门外传来三人的嘲笑声 深吸一口气的牛友道迅速压下了心中怒火 很快平复了心绪 强迫自己换了个欣赏的心情 没有理会外面的嘲讽 副手漫步观赏起了这庭院 发现这回廊飞檐的庭院风韵古朴 宁静优雅 很是不错 是个难得的雅境之地 自己情绪也跟着安宁了下来 庭院中间一棵擎天大树 气坛而为 坛上摆着拖架 架上横着一只长剑 牛友道走去 握住剑柄轻轻拔出 寒光渐渐出窍 戏手挥剑 又横在眼前 看着剑中人影 喃喃自语 山高路远坑深 三尺清风 仍在桃花园里 第八章仪式掌门 剑又在手中摆弄了一下 发现没有练过的就是没练过的 手腕有点吃不住 剑是摆动 摆弄的角度不习惯容易伤及筋骨 常见规翘 活动着手腕 琢磨着要开筋拉骨练上一练 身子骨还嫩 现在练还来得及 副手在庭院中慢慢溜达茶看 修炼的事也放在了心上 必须得具备自保的能力 否则老是被人轻易威胁 老是当缩头乌龟的滋味可不好受 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能总屈不伸吧 找了个合适的房间 暂时安顿了下来 反正闲着无事 就此盘膝打坐 磨练以前的修炼功法太矣 这功法他早已吃透 修炼起来驾轻就熟 他不辞心熬来到上清宗 是因为见识到了东郭浩然的本事 想来修炼更高深的功法 不过目前看来似乎没那么容易得手 只能暂时先练自己的 图歇自保能力 至于他所修炼的太矣来历 这功法是他曾经地下考古的时候 在一个古墓里发现的 墓主人一孩盘歇而坐 捧了个玉匣子 里面装有几页金册 记载的正是太矣修行功法 后对其苦苦钻研 不知翻阅考证了多少古籍求解 才练得了后面的成就 成就了江湖上的道爷之名 但他并不满足 原因很简单 那几页金册的内容有限 只记载了一篇炼气术和一道剑术 根据前言解读出的玄之又玄的总纲来看 炼成后的结果应该能飞天顿地无所不能 想想都让人心旷神意 而那篇炼气术和剑术远远不可能达到那种境界 给他的感觉只是入门的东西 他相信修炼的并非是完整的太矣 于是之后 他不断寻求完整太矣的线索 若非如此也不会在古墓中遇难 而在见识了东郭浩然的实力后 给他的触动可想而知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的山村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日三餐虽然准时送到 却是囚禁的滋味 外面有人看守 始终不让他踏出院门一步 也没人跟他说什么话 像是把他给与世隔绝了 他历次求见唐木也没用 对此他感到有些不正常 听东郭浩然话里的意思 如此信任唐木 又是唐木的师弟 按理说东郭浩然死了 唐木不可能不见他 他意识到了其中可能有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变故 这怕是看守态度对他不友善的原因 可他没机会跟外面接触 在此也没能力有什么活动 只能耗着等着 由此空闲 他也没有浪费时间 除了修炼太矣 也开始断体 脾刹 倒立 负重之类的 拉筋骨到了这个年纪稍微有些晚 可谓吃了不少苦头 然而有这个心 什么苦头不能吃 再则 就是摆弄那面铜镜 这铜镜曾被宋远亲搜身的时候搜出来过 但宋远亲显然没把这铜镜当回事 反倒是对那女将射箭给予的名牌颇感兴趣 问过名牌来历后 看不上眼的铜镜仍还给了她 名牌给收走了 牛有道却觉得这铜镜肯定不简单 首先是觉得极像自己在古墓里看到的那面铜镜 其次东郭浩然说过命就是丢在了这面铜镜上 并叮嘱他只能交给唐木 试问这铜镜怎么可能简单 估计是宋远亲有眼无珠不识货而已 可他把铜镜摆弄来摆弄去 一有空就拿来研究 也没研究出个什么名堂 上青宗主殿名为上青宫 有一行三人直奔主殿 见到了罗元公苏珀和唐素素 如今上青宗掌门缺位 暂时由三人共同执掌掌门令牌理事 待拜见的三人行过礼后 罗元公问查得怎么样了 微手弟子禀报道 经小庙村的人确认了牛有道 应该不会有错 牛有道已经离开小庙村有段时间 在小庙村遭遇兵祸的第二日牛有道就失踪了 时间上能对上 小庙村的人也在找他 还以为他被野兽给祸害了 牛有道的幻影小庙村的人一看就认出了 令就是那块名牌 无师弟奔赴广义俊找到了名牌的主人 也确认过了 的确有其事 唐素素捧着脸道 牛有道的谈吐可不像是山野小子 那弟子回 这点也查过 早年的时候有个落魄书生曾在小庙村落过脚 牛有道家人遭兵乱遇害 就他一人住 家里有空房间 那落魄书生曾在牛有道家里住过 叫过牛有道读书写字 牛有道算是村里少有的会识字的 至于牛有道学识的深浅 村民那点底子也分不清高低 而那书生离开后去向不明 现在想找到人何时也困难 罗元公问 小庙村的人会不会有诈 弟子回 弟子先查了小庙村的人 确认都是实实在在的小庙村村民 这一点不会有误 如此说来 这牛有道的身份应该不会有问题 罗元公回头看向苏破和唐素素说道 唐素素淡然道 万一有人找了个相似的人假冒牛有道呢 还是让村民当面辨认了一下的好 于是几日后 牛有道终于离开了桃花园 却哪也不知道 只知被带去了最近的一个城郭 他还正好骑城中的风土人情 谁知在城中逛了一圈就回来了 什么事情都没干 搞不懂什么意思 回来后又关进了那庭院 而上青宗三位长老似乎忙碌了起来 不断召集上青宗的那门弟子闭门谈话 足足一个月后 牛有道又被带出了桃花园 来到了对面山崖上的上青宫 机支大铜炉江高大空旷的大殿 内烤得热烘烘的 在宗门内的那门弟子全部到齐了 不少人面色凝重 牛有道站在殿中央左看右看 见一群人盯着自己 有点莫名其妙 不知什么意思 他最终又映着头皮说了声 师父临终前命我拜见掌门 站位居中而站的罗元公叹了声 道你来晚了 掌门堂木已经先世 啊 牛有道师生 愣住了 什么情况 终于明白了堂木为何一直不见自己 原来挂掉了 罗元公徐徐道 既然东宫浩然已将你收为弟子 今日招你来算是上青宗 对你身份的正式认可 另外 还有件事情绪问你 如果让你坐上青宗掌门 你愿不愿意 什么 前面听着还挺高兴 终于认可了自己 然听到后面把牛有道吓一跳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看了看四周有些凝重的眼神 指着自己鼻子问 让我坐掌门 罗元公点头 表示他没听错 牛有道第一反应就是其中有诈 就凭之前对自己的态度 哪有让自己做掌门的意思 就算是真的 也必然不是什么好事 有着好事哪轮得到自己 忙摆手道 不妥不妥 弟子才输得浅 当不了 此话一出 唐素素捧着的脸色缓下不少 罗元公再次追问道 你确认自己不想当掌门 牛有道继续摆手拒绝 弟子连掌门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真当不了 还请令举贤能 罗元公目光环顾众人 大声问道 都听到了吗 众弟子齐声回道 听到了 什么情况 牛有道左看右看 对这动静略有狐疑 人群中的唐一眉吭声 道是慢慢低下了头 似乎有点不敢去看 牛有道的眼神 罗元公却对他抬手道 既如此 你先回去吧 宋眼青走到牛有道跟前 这次倒是露出笑咪咪神色 对牛有道伸手道 师弟辛苦了 请回吧 牛有道一步三回头 仍有狐疑之色 不知这帮家伙搞什么鬼 跟着宋眼青走了 而这一路上 也不知道宋眼青在乐个什么劲 不时拍拍牛有道肩膀 显得很亲热的样子 就差勾肩搭背了 到了山上桃花园庭院外食 还对轮流看守的陈龟硕道 以后都是同门师兄弟了 别老是关着门 没事可以让牛师弟出来透透气 对了 回头给牛师弟加两个好菜 上一坛好酒 是 陈龟硕笑着阴下了 牛有道也乐了 还以为如同罗元公说的那般 以为自己上青宗弟子的身份 正是得到了认可 也在那了呵呵道 来上青宗这么久了 还没仔细认过路 我正想下山到处走走看看 领略一下咱们上青宗的气派 他掉头就走 以为得了自由 纵眼青脸所以将 赶紧伸手拦了他 指了指院子外面这一块的山崖 笑道 师弟 门口透透气就醒了 山下就别乱跑了 你才刚入门 还不到乱跑的时候 牛有道无语 慢慢回头看了 看院子外面那一小块地方 发现还真是让自己出来透透气 上青宗 一群内门弟子陆续而出 有人显得比较高兴 有人显得比较沉默 但一群弟子都离开了 店内的唐素素看守笑道 如何 是他自己放弃了掌门之位 罗元公和苏破相是一叹 让牛有道做上青宗掌门的确不像话 可采取这种手段似乎又有些卑鄙 只要不是傻子的 估计这某问都不会答应 真有心问的话 有本事让牛有道知道真相事实 粗魄 他现在只是仪式掌门 说不定东郭还有其他弟子幸存 唐素素一口咬定道 好 那就再等三个月 若无音讯 就按我说的办 粗魄摇头 咱们这样做有失光明 唐素素审声道 咱们也是为了上青宗好 不然其他弟子又起回答应 让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 做掌门不是开玩笑吗 再说了 也不曾亏待他 唐仪的姿色在紫云郡说 第二谁敢称第一 说到底还是便宜了他 这样对内对外都能交代 罗元公咒没道 唐仪知道后能答应吗 唐素素郑重道 身为上青宗弟子 又是掌门之女 如今关头 岂能不站出来永挑重担 我不但是上青宗长老 还是他的姑奶奶 他父母不在了 这时自然是由我这个长辈做主 第九章好事将近 转眼又是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牛友到越发意识到自己被软禁了 如同宋敏青说的那般 他只能在院子内外转转 不允许下山一步 所谓的刚入门不能乱跑 他认为纯粹是借口 若仅仅是门规 门外犯得着派专人轮流看守吗 他确认这事情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知道的有关东西太少了 根本理不清头绪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里也不是他一个小小少年能放肆的地方 只能是耐着性子走一步看一步 唯一能做主的就是自我修炼 等待这未知的谜局有一天能解开 夜空繁星闪烁 屋内踏上无人入眠 倒是踏旁地上有一人倒立 光着上身的牛友到手持一剑顶在地上 借助剑身笔直倒立着 引剑胳膊略有抖动 似乎在努力控制着身体的平衡 但这只胳膊实在坚持不住了 人在空中换了手把持剑柄 身体大幅度晃了几下 又努力控制住了 练得不仅仅是臂力 也可以说练的是巧劲 维持身体平衡的巧劲 浑身上下每一块肌肉与体区的协调 这里面能讲究的东西太多了 更重要的是 练的是剑意 练的是身心与剑协同 也就是人剑合一的意境 达到了这个意境 在驾驭手中剑时自然是挥洒自如 分毫之间意能轻易掌控 此法乃是太乙的特殊练剑法门 信法名为混沌清联意 身体如此倒立必然造成血液倒流冲头 时间稍微依久 必然令人混混顿顿发猛 倒立如脸包 攻城自绽放 初期修炼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可若一旦驾驭自如 对剑身成力部位的变化 亦能感知的清清楚楚 对将来实际驾驭手中剑 有着说不尽的好处 短短一个来月就能顶剑倒立 看似没什么 实则进度飞快 牛油到以前修炼时 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练到了这个程度 然而毕竟是有过一次经历 经验和心得这个东西 往往是最宝贵的东西 他有这个感觉和这个经验 知道该怎么做 知道该怎么练 直接跨过了目索七段 修炼起来不止是半功倍 只坚持了半个时辰的样子 牛油到已经是汗如雨下 脸长得通红 汗低从头顶低落 从持剑的手上下流 顺着剑身流下 将地面湿了一大块 最终身体剧烈摇晃 再有修炼经验 碧莉摆在这 无法坚持太久 不得不折腰放了双脚落地 伏剑深呼吸 静力了一会儿 将身体状态缓了过来 常见不敢发出太大动静 怕惊动外面人 轻轻归入剑翘 褶了条毛巾 擦拭了身上汗水 穿上了衣服 活动了下四肢 盘膝坐在了踏上 很快进入了忘我状态 忘却了身体的疲倦 依照练气功法吐纳 天光微微 晨曦见明 踏上盘膝而坐的 牛友道较之一个多月前开始时 气息吐纳越发悠常深沉 吸入如江河澎湃 直观五脏六腑 吐出徐徐如抽丝剥茧 似乎在一点点过滤什么 随着晨曦过去 天色大亮 旭日明晃晃跳出了天际 发出万丈金光 逐渐高声 万物苏醒的时刻 也令牛友道渐渐感受到了 一丝心肤气躁 知道最佳的忘我修炼时间段 已经过去了 缓缓收工睁开了双眼 下榻之后活动了一下四肢 昨夜道立带来的疲劳 已经一扫而空 神清气爽 倒不是最佳的忘我修炼时间段 过去了就不能再继续修炼了 而是现在的少年身体 还未彻底仗成 正在茁壮生长期 最时生性好动的年纪 天生的习性难以改变 血气最容易受到天地实力的影响 能抓住最佳修炼时间段 修炼就够了 不必苛求勉强 另外 外面会定时送餐 他若一直闭门不充怕会引来怀疑 一个山村野小子为何会懂修炼 加之不明上 亲宗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 有些东西还是不暴露的好 现在完全没自保能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且等到看明白了情况再做决断 院子里有引来的山泉流经 洗漱之后 一贯的时间 拥有道打开院门走了出来 桃树下盘洗手了一夜的诗徐以天 听到开门声 徐以天回头看了眼慢慢站了起来 牛友道走去坐里 两人没聊几句 陈归朔提着石河上了山算是来换班的 徐以天离去 中午饭点的时候又会来 傍晚的餐点又该是陈归朔来 总之两人轮流直手 轮流送餐 上青宗如此看重 牛友道再看不出其中有问题的话 那他倒也在江湖上算是白混了那么多年 知道归知道 牛友道也没点破 打开石河快速用了早餐 他也勤快 吃完后 碗筷洗干净了送回 装入石河放在了桃树下 回头自然是由陈归朔带走 陈师兄 回头帮我要张堂以来 放下石河的牛友道提了个要求 自从去了刺上轻功拒绝过分要求后 宋连轻的态度明显好多了 说了有什么需要让他尽管提的 能答应的都会答应 摘了纸桃花在鼻前清秀的陈归朔纹声回头 又喝了一声笑道 小小年纪用什么堂椅 哪来那拦骨头 牛友道指了指桃树下 摆着的 师兄们露天席地 我也过意不去 陈归朔恍然大悟 原来是打着自己的名义 为他们准备的 当即拍了拍牛友道的肩膀 再想到 够一丝 行 回头帮你弄来 牛友道给了他一个灿烂笑容 看了看四周中林玉秀的山景 师兄 真是好地方啊 想必咱们上青宗算是修行界 数得上的名门大派吧 也只有陈归朔在的时候 他才会问这些 他明显察觉到上青宗 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他 纵眼亲不常来 而且有点喜怒无常 不好打交道 曲以天的嘴巴很牢 为什么都不肯说 也只有陈归朔管不住嘴巴 最近已经从其嘴中 套出不少的东西 不过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但凡触及到 与他牛友道有关的 立马回避不提 呵呵 陈归朔笑着矜持了一下 不过略做思索又摇了摇头 算了 这个跟你说说也没什么 咱们上青宗啊 早年可风光了 燕国第一大派 开山祖师也乃是燕国国师 啰啰嗦 苏一通自夸的大概意思是 五国一统天下后又崩溃了 天下变成了群雄歌剧的局面 曾经雄霸天下的商宋后人历经波折 后又建立了燕国 上青宗祖师也乃是大功臣 被封为了国师 那时也是上青宗最鼎盛的时期 上青宗弟子最多是达上万人 只是后来各种原因逐渐凋零 如今的上青宗弟子 不过区区数百人而已 至于上青宗如今在修行界的地位 当次如何 陈归朔直接忽略了 似乎不愿说 牛友道想想也知道 估计说出来丹大 见他不想多说这个 牛友道换了话题 移了声道 平常宋师兄得三叉五会来一下 最近好像好久都没看到宋师兄了 怪想念的 陈归朔文言黑黑笑道 唐师姐可是号称紫云郡第一美人 好事将近 宋师兄焉能不殷勤点 说着似乎反应了过来 催了声 不屑地挥了挥手道 跟你一小屁还说这个干嘛 说了你也不懂 牛友道眨了眨眼睛 洋装不快道 我怎么不懂 宋师兄可是要娶唐师姐 哟 人小鬼大 陈归朔哈哈一笑 拍着他肩膀道 不出意外的话 唐师姐应该是下一任掌门 等着喝喜酒吧 牛友道对宋年轻也挺好奇 因为发现陈归朔和徐以天 对宋年轻不像是对师兄的恭敬 有种卑躬屈膝的感觉 最拿话顶道 是因为宋师兄要成为掌门夫君 你们才怕他吗 陈归朔瞪他一眼 小鬼 瞎说什么 牛友道 我说错了吗 难道因为他是那门弟子 你何许师兄不是 我还奇怪呢 你何许师兄看起来 应该不比宋师兄的本事差 为什么他能做那门弟子 而你何许师兄却还没有成为那门弟子 说到这个 陈归朔似乎也有些惆怅 矮身靠着桃树坐在了盘结的树根上 小师弟啊 有些事情并不一定看本事 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言语中流露出失落之意 大概泄露了点宋年轻的背景 宋年轻的父亲宋叔乃是长老唐素素的清传弟子 最重要的是 宋年轻的爷爷宋九明乃是大司空同没的心腹 深得同没的信任 官居朝廷九卿之一的廷位一职 宋年轻的父亲宋叔离开上清宗后 一直在宋九明的身边担当法师随护 在这个时代朝廷大臣身边有法师保护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 那位廷位大人不止宋叔一个儿子 也不止宋年轻一个孙子 更不止宋叔一个随护法师 不过保护自己的法师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自然更得信任 而如今的上清宗落寞之下 全凭宋叔借助宋家全是庇护 修行资源大多也仰赖宋家渠道输送 若不是宋家挡着 上清宗怕是早就被其他修行门派给灭了 试问如此情况下 宋年轻哪怕资质在差 弄个内门弟子的身份算是问题吗 牛有道恍然大悟 明白了 大司空实际上就是一国丞相 宋年轻的爷爷是丞相的心腹 廷位一直相当于捏着一国司法大权 怪不得了 唉 这些说了你也不懂 陈归硕略显自朝地挥了挥手 第十章此乔在哪 他说自己不懂 牛有道也就装作不懂了 否则一个山村野小子能理解这些未免有些扯谈 又随便闲聊了一阵 牛有道回了院子 院里浪荡一阵 进了桃花糖往蒲团上一座 随手扯了一旁至那杂物的一只小箩筐过来 里面有针线剪刀之类的东西 还有两只铜镜 看着似乎都是日常使用的物品 并无显眼异常的地方 然其中一只铜镜正是他带来的那只 东郭浩然如此郑重托付的东西 他这般随意存放 无非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藏得太严实了被人翻出来反而令人生疑 铜镜摆弄在手上翻看 这东西该何去何从令他有些纳闷 东郭浩然的交代显然非比寻常 人家拿信任之时相托付 他前世出身江湖能在江湖上混出那般资历 心中自然有道一二字 可唐木死了 东郭浩然又郑重告诫东西只能交给唐木 不能让第三者知晓 这让他很为难那 他也犹豫要不要将东西交给上青宗 犹豫的原因固然有东郭浩然的交代 也依上青宗对他实在不咋地 至今一直将他给软禁 于是他想将这铜镜好好琢磨一下 看能不能考究出其中奥秘 然后是情况定夺要不要交给上青宗 然而至今为止 火烤水镜光照敲打听音等等 他对这铜镜使用过各种办法 都未能参详出任何端倪 这铜镜似乎浑然一体 从敲击声响来判断 里面没有任何机关的迹象 他现在有点怀疑这铜镜是不是类似什么信物的东西 翻来覆去查看 还是老样子 没看出什么来 拥有到呲了呲牙 顺手又将铜镜扔回了小箩筐内 随后又对身体进行一些日常性的锻炼 负重体擦 扯着绳子悬梁翻转之类的 倒不是要练出什么皮肤之勇来 而是要锻炼身体的柔韧性 根据他的江湖经验 深知多解锁一些肢体的寂寂和自卫角度 一旦需要自保 关键时刻能保命 无论是在小庙村还是在上青宗听到的消息 都证明这个世界处在乱石中 不管将来如何 他尽量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准备 修炼分文五 除了功法和肉体上的修炼 空闲之鱼翻出了宅子里的笔墨 只要练习这个世界通用的小传字体 对着一些书籍照抄 小传字体对他这种资深考古人士来说 辨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毛笔字本也写得不错 但还真没有真儿八经使用过毛笔写小传字体 笔锋走向不一样 所以需要练习 好在他原本的毛笔字功底不错 一开始的变形走样 短短一个来月后已经变得有模有样 书案旁摆着探盆 写完就将自己的墨宝给焚烧 他练字所需的东西 上青宗倒是充足供给 这也算是得了宋敏青高兴的好处 软禁至今 凭他目前的能力别无选择 倒也把自己的每一天安排得很充实 次日 一张崭新的唐义还散发折木香味 一看就是新造的 摆在了桃花树下 陈龟硕指着唐义对牛友道 几枚弄脸道 小师弟 你要的唐义来了 牛友道没想到他办事效率如此之高 估计和唐义弄来是给他陈龟硕自己用的有关 拱手笑道 谢谢陈师兄 这次同来的还有许久不见的宋敏青 心情似乎不错 一见牛友道就没开眼笑 笑容里的玩味不佳演示 有恶趣意味 拍着牛友道的肩膀问道 小师弟 在这里住得怎样 牛友道 还好还好 比在村里吃得好一万倍 就是圈在这不能出去走动有点闷的慌 纵眼轻乐呵呵道 你才来了多久 先把心静静 心静不下来怎么修炼 放心 以后有你走动的时候 说爸副手走到了山崖边 眺望对面的上青宫 一脸美好畅想神色 时而又露出皱眉思索神态 最终一声轻叹 可惜不在京城 牛友道凑了过去 好奇道 宋师兄 京城怎么了 纵眼轻茫茫然叹声 山野之地 比不得京城诗词歌赋的繁华 牛友道顿时满头雾水 诗词歌赋 你一个修行中人为个诗词歌赋 长须短叹的 几个意思 陈归说嘴角翘了翘 可谓暗暗好笑 他和徐以天基本上就是宋眼轻的跟班 太清楚怎么回事了 纵眼轻喜欢唐一多年 而唐一喜欢诗词歌赋那种调调 宋眼轻为了讨好 京城那边一出什么好的诗词立刻有人会传来给他 他则会献给唐一鉴赏 这回宋眼轻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估计是京城那边许久没来好货 一时手痒 自己动手写了首诗 问他和徐以天写的怎样 他两人哪能说他写的不好 自然是说好 结果宋眼轻屁颠颠给唐一送去了 具体的过程怎么样 他不知道 总之宋眼轻回来后脸色不太好看 还把他和徐以天给骂了顿出气 想想也能猜到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分外明白宋眼轻的心情 若是在那京城诗词繁华之地 评宋家的势力 找好手带比一些好的诗词冒充自己的家座 讨好唐一不难 在这清修之地有难度 以至于一时手痒在唐一跟前出了丑 回国神来的宋眼轻似乎也不想多提这事 转身进了院子 到处溜圈检查 他负责看管牛友道 不可能放任不管 偶尔来查看一下防备出事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上在外面的牛友道请教陈龟硕 宋师兄怎么惦记上诗词歌赋了 陈龟硕嘴痒 低声提点道 咱们师们出过一位精彩绝艳的人物 不但一身的实力名震修行界 更坚才华横溢 诗词歌赋洋洋精通 唐师姐打小在他身边带过 算是他的学生 沾染了高雅 跟着喜欢上了诗词歌赋 牛友道却是恍然大悟 明白了 感情宋年轻是向博美人欢心 同时也对陈龟硕说的那个人好奇 不知唐师姐跟的是哪位前辈 说到这位前辈 陈龟硕愣了一下 眼中明显闪过忌惮神色 似乎意识到了不该乱说 瞪了牛友道一眼 貌似警告牛友道不该问的别问 闭嘴了 快步跟进了院子 牛友道眼珠一转 也快步跟入 转了一遍的宋年轻叮嘱了陈龟硕几句后 背了个手针要离去 牛友道强步追上 喊着宋师兄 在村里的时候 我老师也经常写些诗词 我记了些 就是不知道写得怎么样 要不你帮忙介绍一下 纵远青连回头的兴趣都没有 脚下不停 顺口回到 一个山野落魄书生 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赤笑一声 语气中满满的不屑 山野落魄书生 牛友道心中一领 看来上青宗早已将他的底细给摸清了 有过一个落魄书生当老师的时 他也是在小庙村从村民口中套自己基本情况时才知道的 然而他历经艰辛跑这来是干什么的 是冲冲冲好人那一身害人本是来的 可不是跑来被软禁着耗时间的 他很想得到上青宗的修行功法 赖河被软禁后 一直找不到缺口下手 好不容易撞上了 牛友道岂能轻易错过 嚷嚷道 我老师说他在京城游历过 且出的一些寝师曾博得过不少女子的欢心 闻听此言 宋远青慢慢止步在即将出院门的地方转身 陈归硕迅速瞥了牛友道一眼 眼神中闪过一丝亚异 牛友道明显是接着他刚才的提醒顺话 这小子人小鬼大似乎不简单呐 哦 你老师写过剩了诗词不妨说来鉴赏鉴赏 转过身的宋远青似乎来了点兴趣 牛友道立刻回了桃花堂 跪坐在了书岸旁 滴水沿没 折了张纸扑上 阵纸两边一压 提笔沾默 若笔书写出一个各小传字体 不愧是读过书 识过字的 字倒是写得有些像模像样 走来站在岸旁的宋远青月夸了一句 目光寻摸着自己慢吞吞读出了声 鲜云弄巧 飞心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欲如意相逢 变胜却人间无数 读到这两眼已是骤人迸发亮光 他也许写不出什么好诗词 但对好诗词的鉴赏能力多少还是有一些的 起码的好坏还是能看出来的 带道牛有道挺笔 宋远青一忍不住迅速拨开阵纸 将落有笔墨的纸张抖在手中 吹了吹墨迹 再次迫不及待续读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那真是反复诵读最后一句 最终一脸美好的唏嘘摇头道 好词 好词啊 感觉这词写给他简直太应景了 牛有道暗暗好笑 戈壁一旁 站了起来 洋装不懂道 好词吗 纵眼轻点了点头 目光盯着自己反复浏览 空目露疑惑的看向他 问道 雀桥是什么意思 此桥在哪 哦 牛有道有心无语 看来这边没有牛郎之女的故事 最茫然道 老师写的 却瞧再拿我也不清楚 纵眼轻想想也是 又对一旁傻眼的陈龟硕 偏头示意了一下 将陈龟硕赶了出去 没了其他人 纵眼轻对牛有道笑咪咪道 你说你老师经常写这类诗词 牛有道心想 我肚子里一堆 你想要多少有多少 点头道 好像是的 我肚子里一堆